村长首次曝光公司解散原因,原来大家都猜错了,到底怎么回事? 长期关注小六事业的朋友都知道,小六事业最后一次发视频时间是3月11,之后再也没更新作品了,当大家都猜一段更一个月的小六去哪了。 就在前天突然开启了新账号,宣布公司倒闭,哭的那叫一个伤心,一把鼻涕一把累的跟大家见面,很多人表示这是卖惨。 但是看小六哭得那么伤心也不像是假的,毕竟团队是小六一手带领出来的,当初为了做团队甚至跟老婆翻脸,通过小六跟村长的努力与坚持。 现如今粉丝高达百万,然而突然宣布公司解散,这让很多关注小六的朋友疑惑不解,好好的一个公司说倒闭就倒闭了。 到底怎么回事?难道是小六与村长闹矛盾了?还是另有起因?就在大家纷纷猜疑时,突然有人晒出村长即将手术的单子,所以网友觉得小六公司倒闭,跟村长的身体很大关系。 当然,这也只是大家的猜疑,也不知道事情的真假。所以,还是希望小六跟村长,能出来正面回应事情的真相,大家说对吗? 对此大家怎么看?欢迎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我们下期见拜拜。